可以分享一下你和女儿Evelyn的日常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吗 很幸运我有一个女儿 我想每一个爱美的妈妈都会期待自己有一个女儿 她可以不仅仅希望她能够陪伴我 然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闺蜜吧 然后现在开始能够已经看得出女孩子的天性 她会喜欢我的一切护肤品和化妆品 那些瓶瓶罐罐还有我的化妆包都是她最好的玩具 有的时候很闹的时候就把那个化妆包或者是那个护肤品出门的那些小包包丢给她 她能自己在那玩半个小时 然后我可以得到半个小时的自由 看来她现在已经就已经有一些爱美了 那你肯定平时也很喜欢为她打扮 有什么时尚的贴士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女孩子吗 对于小朋友可能我多半是喜欢她比较自由和自然的装扮 然后我没有给她穿很多很华丽的服装 然后多半都是那些比较舒适的 然后便于她的运动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给她穿那种相对中性的色彩 比如说灰或者深蓝 我觉得在小朋友身上也会觉得有一种反差的可爱 除此之外 因为有了女儿 我可能对自己在购买鞋子包包这些方面会更加的自由 然后每次在犹豫的时候 我就想把它买下来 然后将来留给我的女儿 谢谢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